昨天他把運氣用完了 今天運氣可能在我身上吧 你看有標題嘛 用數學顛覆命運的男人 跟用人品壓制一切的男人 你們覺得這兩個男人哪個比較強 一個是數學系的 一個是人品系 看天命的 今天沒意外的話 看狀況啦 暫定是抽三隻 他有八個帳號嘛 可能會先搞三隻 拼拼和金娃 白果然這隻放第一順位 好目前我看一下 這隻娃娃現在金保底只有三次 重複一 所以我們很簡單嘛 今天其實蠻簡單啦 我們只要再拼一隻紫娃 出來就直接 直接逼了啦 而且你看這個 很簡單啦 今天任務 這邊保底18了 我們只要中20拿一紫 或是甚至不用20 再補一紅拿一紫 然後兩紫合一金 先紫再金 今天版圖就這樣子 劇本寫好了 超簡單 然後就換下一隻 今天很抱歉啦 我們可能直播會一下結束 今天幾發 老闆他還沒進來 不過我可以幫你回答 我覺得今天丁丁應該一發就可以中了 我對他有信心 沒問題的 白鬼老闆講了 我把白鬼老闆OS講出來 你們看一下我的 我現在的ID 你們看一下我現在的ID 這個是誰取的 眼神死大叔 這什麼東西 什麼ID 眼神死大叔 這是在說我嗎 好啦 我們把畫面切換回來 OK 老闆點頭了 他說交給我 總共昨天花300多萬賺 我有在看 今天看我只要花100萬賺就把他搞定 來吧 照我們的進度 看好了各位 就30萬 30萬賺 結束這回合 信不信有你 Believe it or not 老闆說先幫他抽一下 他想看一下今天的台子跟我的手氣 因為他想要看一下我抽完之後 他如何用數學打破規律 抽卡之歌 游戲boy 來囉 最高級娃娃開抽 ではいきましょう 第一抽 一欄再購買 第二抽 模擬器是會卡 你看是不是是不是 有沒有有沒有 手氣不一樣啦 再說誰家IP有問題啊 是不是第二抽就中紅了 就這麼簡單 等下就中紙我跟你講 等下直接中紙 又紅了又紅了又紅了 好好痛苦啊 等下合成一次看看 我先看一下台子 我們合到紅就好 紅卡留下來 紅盒子啊 等一下可以讓 可以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機率好了 今天的抽卡 我覺得沒有很紅 可能是娃娃的關係 因為變身的話 平均3到5抽會有一紅 娃娃的話 好像10抽有一紅就差不多 連續二紅 是不是運氣回來了 不是我跟你講這個不能快 我跟你講出來吧 這個再快 模擬器抽卡 不管怎麼樣就只能這樣子 模擬器不管怎麼 你只有手機才可以 完全無間斷 模擬器怎麼抽都會卡 藍卡有44張啊 我們 先 4張4張盒 OK 4張不吃卡 好 來 4-0 4-0 不錯 4-0 好 第二輪4張 我們要先試一下水溫嘛 看 今天頗硬喔 不是我在講喔 真的有硬喔 盒卡最好是雷 第一個保底有了啦 保底啦 我兩張 喔 機率回來了 OK 效陣回歸 我們把前面2%盒回來了 差不多啦 兩張紅 第一輪結束現在 123 4 6 7 8 我收一張 我覺得一發可以上 不知道白鬼信不信任我 如果他信任我的話 我其實可以直接上 這一發中就沒有 就不會有後續 來問一下客廳那位上神大人 上神大人 數學局率這一發可以下嗎 我會保底嗎 如果沒有保底呢 所以我要再多墊一下 我發揮好 老闆說讓我發揮耶 老闆說今天讓我發揮啊 他說他如果他想要的話 他自己會把他搞成功 好那我們 我認為 我認為 那個 白鬼老闆突然把權力放給我 我有點緊張 我墊一下 我再墊個9萬 我覺得要墊一下 我覺得失敗5次再合好了 我等一下合紅失敗5次我就合 我等一下一次是合 這個有點硬耶 我沒有收氣啊 我沒有收氣啊 只是我覺得要墊啦 我剛剛因為老闆剛剛 他剛剛我問他一下 他覺得他不會 他覺得這一發不會中 那 他既然這樣暗示了 那我就先 我再抽一下 因為他在客廳看 他剛剛預測 在我抽自己他就說 我那藍色 40次藍合完大概兩紅 他已經就講了 結果真的兩紅 真的是兩紅 然後 我跟他說這一發可以合嗎 他說讓我發揮 但他建議不要 那我就聽他的建議 我們墊個5 我覺得合5次紅的失敗 我們再上指 OK20張 如果我要我想像 我是如果我今天是白鬼老闆的話 我會怎麼做 如果我是白鬼老闆 他會想要 多一點 他會想要放更多 先合 不急得做 先合 娃娃29了 他缺哪一張 天上大家都沒有 他等於是 哎呦 我幫他補滿 他最後一張娃 紅娃全滿 缺這一張 目前沒開放的 好 二十一紅 三 我現在壓力很大 來了 開 哇操真的這麼硬 等於說這樣失敗了 失敗5次 流水過了嗎 你看老闆的格局啊 他今天就說啦 丁丁 兩百萬賺 讓你去嘗試 能不能中 看你 不用怕不用怕 白鬼都不怕 你們怕什麼 好啦 這發會了 我們海底捞月啊 劇本寫好了 海底捞月一發中 那個 那個我請求摳啊 白鬼老闆在嗎 那個 帳號一結束了 所以現在 這張號沒有結束 還沒結束嗎 你還三十萬賺嗎 你要玩到底是不是 沒有點另外一個東西 這次我不知道 這一趴老闆說他要 把 因為TJ有分兩個 一般裝跟商城裝 他說要把 商城裝的在今天把他點一點 今天我們拼這個金娃蜂龍啊 在一般人眼中就認為他是個蜂龍 可是在你要拼的過程中 期望值多少 我們說過一支金便期望值一千萬 金娃也差不多一支金 金娃期望值一千萬 從零到有 金到底 五百萬內能穩出金的 代表其實你運氣算好 不用說 那點不到的 就算點到 白鬼老闆也不在care 他再點回來就好 不用不用替他擔心這種東西 現在是白鬼在點 不是在點 你們現在是不是在湊老闆 現在是白鬼老闆在點哦 你們在湊他是不是 一千萬抽一隻娃娃 那你們可以去看我們之前直播啊 文華東方酒店 一夜兩千五百萬賺拼清 當天晚上 當天那一場直播 兩千五百萬沒有拼到 我們當晚立刻又加碼了三百萬 總共兩千八百多萬賺去拼一支輕便 等於說拼出四張金啊 那天下來我才真的發 才真的感覺到原來花錢也是很累的 兩千五百萬賺 我們從頭到尾三個人輪班抽 從晚上十一點半抽到早上八點 抽到眼花撩亂 今天一定要老闆他出馬才可以 欸 加七 這個操作是什麼意思 你錢過 你要拼二連過 你要拼二連過 這樣不就過嗎 各位 一波氣刷起來 真的這樣不就過了嗎 提升了 正當你拼到二連過 對啊 你前面是抓很多爆然後二連過 沒有很多吧 兩次 有六爆 這是亂玩的刷法 運氣有點運氣成分 我才會買一輪而已 材料才有 還有六萬賺 你要去你要換內衣嗎 沒有啊錢太省 錢太少 不過就這樣再有趣 明天你又會補啦 應該不會太少 其實我想過很簡單 只是我覺得說 每次都這樣過很無趣 我有朋友建議我說 我應該加一點 不確定性給大家 包括戴開 我覺得這樣比較有趣 有些東西 我不要把成功率拉那麼高 我用一些技巧 用最便宜的方式把它點出來 那你剛剛應該要教我 如何用最便宜的方式 把金瓦合出來 我在外面 其實剛開始 你在合第一 二次的時候 我就說 你只會中兩紅瓦 結果你還真的只中兩紅瓦 你第二輪的電法 也這樣是不好的 比較不好 應該說點卡 會有所謂的敏感度 我覺得你比較缺乏是敏感度 你說合成的timing嗎 嗯 十幾點 我覺得很多人 會缺乏這個東西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點 因為你只好你合不到的時候 如果你還硬合的話 你其實就是 幾乎大幅會降低 兩件拼一件 兩件都可以點 反正也要數回 12.5 好了準備了 有機會 有機會 加9 哇 哇靠 哇